今天希望它下载的话 我们原来是下载到同一个 那现在的话这边批次 我们需求是批次先新增工作标 然后应该是新增工作标之后 顺便把资料下载到那个工作标里面 然后呢一个一个 那我demo一下 基本上就长得这样 本来是放一起 现在是变成说按一下它 它会怎么样 下载一个放一个 下载一个放一个 总共16个 所以这边的话就for i 等于1到16 我试试没改 17是17也有 18 所以变成17以后好像都一样 应该是到16吧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 我看一下我可能程式没改到 应该是for i 等于1到16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应该写成这样子 另外的话就删除 删除的话就全部删掉 一下子就全部删光光了 另外的话呢 另外有个启动工作表是说 如果我希望能够让那个启动的时候 它有个进度状态条 它能够自动帮我跑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写 不过这边我可能要改一下 应该是1到16而已 不用那么多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就是除以16 等于每跑一次更新一次 每跑一次更新一次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会这样子跑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全部跑完了 所以你第1个page看到了 第2个page 第3 第4 第5 一类推 那如果说你最后呢 想要把它通通删删掉 那这边有个删除就工作表 然后再按一下 它又可以一个一个帮你把它跑出来 或者是说你可以启动表单的方式 启动表单就是会多一个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就是多一个 先启动那一个状态条 就是其实用一个表单 其实它里面就一行 哄点秀 那不过这个地方 可能会多需要学的东西 比较多一些些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有这个效果 那至于怎么做 完成的结果呢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放 那我把比较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做说明一下好了 所以第1个 那其他可能这个延伸性的统计前7名 请各位自己再做一下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将什么 将那个下载的资料分为16页 16个工作表 那做法上面当然第1个 我要能够批次新增工作表 再来就是删除工作表 其中的话有一个就是要加一个共用程序的概念 所以共用程序是说 因为我会有个下载 就是大热透下载 可是我每一次 第1页第2页第3页 那每一次如果说都要一样的话 里面只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配置不一样的话 我可以用传递 那个引述的方式给那个共用程序 那这个怎么做大概就是大概说明一下 1先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要多学一个 这边我想应该各位比较看得懂 是批次新增工作表 for i 等于1到16 这个应该看得懂 那谁在这里 里面需要多学一个什么呢 就是续持物件 续持物件指的就是工作表 后面它有个方法叫.add add指的是新增 有没有 新增方法就是 续持.add的例示 那add的新增 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放在哪里 我如果要放在最后一个的 右边的话 右边哦 那你就必须apt apt指的是 最后那一个的右边哦 那如果before的话就是左边 ok 那最后那一个怎么表示 训持 总共有几个就训取.com 训取.com指的是 我这个工作部里面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意思就是说 我放在最后那一个的右边 就是这样表示 再来的话呢 重新命名 怎么样重新命名 把我增加的那一个 因为add之后它一定会放在最后一个 所以它就变成序典 看的名字 是i 那i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上面嘛 所以第一次 一二三四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第一个 请各位把这个程式 我们就增加 我们用那个 刚刚这个 我刚刚写的这个 这个另外的 我把它就是 刚刚是完成的 那我把它再贴到哪里呢 第一个 我把刚刚那个程式贴到下面 哎 没有 刚 这一段 把刚刚这一段 那个P字新增工作表这一段 Ctrl C 然后呢 把它贴到下面 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效果 油标放在这边哦 那如果我P字新增的话 你会发现哦 那我按那个F8 那请各位看一下 那个工作表的效果 F8 for i 等于1 所以你会发现哦 序典看目前有三个 那它会Add到最后一个哦 所以Add一个 有没有 它会帮我新增到最后 变成工作表4 可是我的名称不要叫工作表4 我要叫1 有没有 所以你就把它的名字 最后那一个就是4 意思是最后这一个啦 序典的最后一个的名字 把它改为4 改成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这边有没有 它就多一个这个 那如果下一个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把它 再新增一个变第二个 所以重新命名第二个 依实类推 依实类推 那你会发现呢 总共16个 它就会自动帮你新增16个了 可是呢 这个地方哦 新增完十 第16个之后的话 油标会放在最后一个 如果我希望让它切回去到第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1.slate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切回到第一个哦 那如果说你要切到第一 切到那个刚好是工作表1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可以用那个名称 如果是数字是第几个 如果是名称你可以双引号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切到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你会发现它会切到第一的位置 这时候油标就放在这里了 OK 但是哦 这个地方只有新增工作表 并没有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下载下来 诶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下载下来的话 那你需要什么 在新增 重新命名之后 有没有 多做什么事 下载那个大多数资料嘛 对 可是问题哦 我们刚刚是批次下载 这边有个批次下载 然后我们之前上面好像还有一个 叫做大多数下载 我记得是放在最上面 这边有一个录制的 那这个录制的话 其实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它砍作C好了 原来我这边本来有一个 OK 然后 变成说呢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 这边要把它改成1 它就下载第一个 如果到第二个配局 这边就要改成2 下载第二个 那一样放在A1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说我要给不同的配局用 那只要改什么 改这一个 这个不用改 因为永远都放在每一个配局的A1 那所以好像程式要怎么改呢 有没有办法呢 当我新增完之后 新增完之后 自动帮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再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什么呢 每一个 就会下载我需要的那一个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能就需要学会一个叫 共用程序的问题 什么叫共用程序 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呢 先试一下 先学会什么 批次新增工作表 好了画面先画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是多延伸到那个工作表的应用 其实哦 在VBA课程里面 后面其实还有多工作表的应用 跟多工作簿的应用 甚至还有就是工作簿 可以放在不同的资料夹 跟不同档案 就后来发现了最近很多 网络上最多人问的 其实就跟什么工作里面 他可能有一堆东西 他需要自动建立他的资料夹 自动帮他产生esail档 自动放在资料夹里面 然后自动管理自动删除 可不可能 可能啊 那会不会很难 我是觉得跟这个相似度非常高 因为逻辑上都一样 只是说我还是强调按部就班 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学不好 你更不要说要学到后面了 因为物件跟物件的关联性 反正一定是工作簿 里面有工作表 工作表里面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儲存格 sales跟range 还有蓝跟列嘛 那我们是按部就班 所以今天等于就跨出去到工作表哦 那难度大概相对会增加一些些 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 并且思考一下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新增一个 自动下载一个 新增一个 自动下载一个 用什么方式来做最简单 我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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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